从家门到投票所 短短这一段路 我们走了将近一百年 台湾人民走过二二八 歇然土地 集体诗语的白色恐怖 在大无畏的烈火中 牺牲生命 换取民主之春 这一步一步 勇敢前进 走过争取自由人权 风起云涌的街头 在民主运动史上 军阀世纪大审之下 挑战独裁威权 看见民主的曙光 而此时此刻 台湾民主之路 依旧充满着挑战 外有飞弹隔海的恐吓 内有汇选黑金的引诱 没有前线的同岛一命 没有战士的团结一心 没有前线的奉献 就不会有走向投票所的我们 面对威胁 依旧如此坚定 走出家门 一票一票投给自己喜欢的人 选择自己想走的路 一步一步用行动来宣誓 每一位台湾人 都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未来的每一步 民主台湾 自由价值 我们依旧 同岛一命 BTV新闻台苏婉珍 欧家豪 台北报道